桃園市消防局的普新分隊呢 大門玻璃跟值班台 都被強力的水柱給噴射了 整個人噴飛差一點 釀成人員受傷 原來在下午的時候呢 分隊正在測試高效能的化學車 它有消防界的變形金剛支撐 炮塔每分鐘都可以出六千公升的水 是傳統消防車的五到六倍 但疑似是維修人員 當時沒有注意到這個泡腳的角度 讓出水口是指向了分隊的大門 導致這個水柱太大的強力力道 把整個大門還有值班台 電腦全部都給衝飛 幸好當時值班人員閃得快 才沒有受傷 而廠商也承諾會負起維修的責任 這起異化案呢 好險沒有影響到任何消防隊的勤務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